苏东坡 同学们在中餐馆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有趣的菜名 东坡肉 在中国旅游的时候 有没有去过一个美丽的城市 杭州 东坡肉和杭州 都与九百多年前 中国宋代的一位伟大诗人有关 他的名字叫苏氏 苏氏多才多艺 他既是诗人 画家 书法家 又是散文家 音乐家 政治家 而且在不少方面都有大成就 苏氏很年轻的时候 就已经是朝廷的高官了 可是由于他反对当时激烈的政治改革 四十三岁那年 先是被关进监狱 后来又被放逐到长江边上的一个穷苦小镇 黄州 在黄州 为了养活佳人 他在城外东边的一片山坡上开荒种地 自称东坡居士 从此 人们就叫他苏东坡了 黄州的猪肉非常便宜 可是当地人不知道怎样把猪肉烧得好吃 苏东坡就写了一首诗 告诉人们烧猪肉的好办法 他修起一座茅屋雪塘 苏东坡和朋友们在雪塘里谈天说地 沿长江游山玩水 回到家 他写出千古流传的诗歌和文章 后来 皇帝让苏东坡回到朝廷做官 派他去管理杭州 杭州是中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杭州的美来自西湖 可是 苏东坡到那里一看 多年没有修整的西湖里 积着厚厚的淤泥 长满了水草 又脏又丑 苏东坡组织起二十多万民工 清理西湖 他想出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用挖起来的淤泥和水草 在湖里筑起一条长堤 种上树和花 还建了六座漂亮的桥 这样既处理了淤泥和水草 又使得西湖更加美丽 交通也更加方便了 后人把这条堤叫做苏堤 苏堤完工以后 苏东坡把人们送来感谢他的猪肉 按照自己煮肉的方法做好 分给每个民工 民工们高兴地称之为东坡肉 苏东坡一生留下诗 两千七百多首 词三百多首 词也叫长短句 是一种特殊的诗 下面让我们来读一首他的词 中秋节 诗人想念自己多年不见的弟弟 写下了这首词 这首词分成四段 第一段 诗人喝着酒和夜空聊起天来 第二段 因为在人间不太顺心 诗人想回到天上去 可是又一想 天上真能比人间更好吗 第三段 先写月亮的多情 转过高楼 下到窗前 照着夜晚睡不着的人 可又责怪月亮的无情 为什么 在人们离别的时候 你却常常是圆的 第四段 感叹人生和月亮一样 不会总是圆满的 可是 只要我们都好好活着 虽然不能见面 却是同在一片月光下呀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苏氏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公雀 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雨 高处不胜寒 其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诸格 低起户 赵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 别时远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英勤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苏东坡的个性 也像词中所写 虽然人生 不是那么顺心 但始终乐观 浪漫 幽默 他活着的时候 有许多朋友 直到现在 还有许多人 喜欢着他